如果大家都不想发言的话 那我就想如今天刚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做的 阳光海岸将近半年的时间 我也想针对这半年的时间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 好这个现在目前放的呢 就是一个是我现在针对这个在海岛的抗岸基地的 这么一个专心的更新的一个专题网站 Henningberg Coop的一个道次 我现在没有分享 我要根据产业的这个公司的名称的一些做一些变更 这个呢就是我到目前为止 发的大量的 你没有分享 你没有分享screen 你没有分享screen 我因为声音听不太清楚 我要到这个手机里面来 刚才那位好像我听到有哪位发言了 但是我已经在那边我听不太清楚 我不能同时开着声音又在这个 又在讲话 刚才哪位我听到一个发言的声音了 但是我没在听 刚才我听到一个声音但是我没有听得太清楚 所以我现在回到我手机这边 就是刚才哪位发言了 能不能再把你刚才的观点再说一遍 还是只是有人提醒我 对 我提醒你 对对对 我提醒你调了 哦 屏幕又调了是吧 对对 好好好 那我回去把这个调整一下 好 不好意思啊 现在刚才因为我这边的不能同时开着声音 啊 所以我刚才听到有声音 所以我就到我手机里边去查了一下 好 这个的就是刚现在大家都看到了吧 看到了 就是我刚才一直在跟大家讲的 一个是我现在针对海岛的看岸基地的一个网 关于这个我现在进展的一个一些信息的啊 这个网站 再一个呢 就是我近期在岛上也制作了大量的这个短视频 长视频呢 我还没有进行编辑 虽然我我已经拍摄了大量的素材啊 但是来讲呢 我还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进行专题的编辑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现在这个油管频道的这个短视频部分啊 有大量的内容 有关于啊 比如说这个fishing hunting hunting还没有开始啊 hunting季节应该是在今年的这个月啊 这个月的hunting季节就开始了 然后呢也报道了 岛上了大量的一些这个文化活动啊 包括木雕节啊 包括我称作私人飞机啊 包括这个 以及岛上的各种一些景点啊 还有hiking的线路啊 另外一个呢 岛上的一些我在古玩店啊 然后去淘宝啊 或者是赶海啊 等等等等啊 拍摄了大量的那些内容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关注一下 那今天呢 我想呢 就是说因为想分享的东西呢 太多啊 因为毕竟是几个月的时间啊 我也很难去把一下子这么长的一个过程啊 去给大家完全的回顾 所以呢 今天我想通过一些图片的分享啊 来给大家讲一讲 我在这个这次的这个 这么一个算是一个考察性的一个项目上啊 我的整个的一个思索过程 我想通过的就是给大家看图的这种方式啊 一点一点的给大家过一下 我整个的这一段时间的包括我的行程 包括我的心理的一个历程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这张 这张PPT上面的左上角啊 这个 这个海湾 大家看到了这个海湾上呢 一个是晚霞 这个是常见性的啊 在我这里每天的晚霞呢 都是多姿多彩的 每天的情况都不太一样 今天这个这张图片上的这个海湾霞呢 是比较平淡的啊 只是有一点红的这个 一些这个 一些红色和深黄色的一个 这么一个背景啊 但是整个天上并没有出现 大量的这个云彩 其实我有更好的一些照片 因为今天只是快速的去 我把这个一些照片给提出来啊 并不是想进行摄影战啊 大家看到了这个 这张图片中的还有一个 这个篱笆啊 这个篱笆呢 其实也是很值得 跟大家在这讲一讲的 这个篱笆呢 就是处于我现在所住的一个小木屋呢 和边上的省地公园的这么一个界线 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小牌子啊 就是私人领地啊 不要吹 no tripassing 边上的这个公园呢 就是也是本来这两块地呢 是属于同一个owner 然后呢 其中的一块呢 卖给了我这位朋友 就是现在目前在这里进行进行这个 生蚝善被养殖的这个企业啊 另外的一个呢 他就捐给了当地的这个省政府啊 作为了省地公园 好 这又啊 右上角的这一张呢 是我在周边地区去考察一些其他的 RV Park啊 房车营地的时候拍摄的 嗯 其实像这样的 这张不是 这张应该就是我门口这边的一些啊 服务啊 因为这两这样子的场景啊 这样子的风景呢 在我们这里实在 所以呢 我有时候我也不记得在哪里拍的 尤其是这根木头啊 我听 印象还挺深的 当时这个木头 因为高潮的时候 差点吹到了岸上来 就是差点能顶到了我这边 但是后来由于这个潮水 大家知道我在这里曾经在刚开始 你 screen 掉了 你 screen 掉了 一些朋友 已经包括朋友的一些啊 家长啊 孩子啊 来这边进行一些体验考察 这个就当时的一个来的孩子啊 在这里啊 我这个院子里进行这个 啊 camping啊 这是晚上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拍的照片 右下角这个呢 就是这边的就是我所在这块土地上的 他这个进行养殖的这家企业啊 所这个他们每年收获的这个叫扇贝啊 这个叫枫叶贝啊 这种产品的和日本的这种日本当地的一个品种 是应该非常荧幕分享没有成功 小一点的呢 甚至有一些这个叫枫叶的纹路的 这种是两种不同的变异变异产品 而这个内容产品的就叫枫叶贝 好 这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我是因为帮助朋友来进行一些商业的咨询 因为由于他运营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我来这里帮他解决一些问题 另外的当时呢 也可能采取了一个方法 是打算在这里 长期租赁他这边的这个营地 然后呢 对他的一些债务资产进行一些重整 这是第一个阶段啊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来到了这里 并且住到了这个小木屋 没想到一住啊 就是将近半年的时间 这就是第一个阶段 好 第二个阶段 就是我进入到了 就是和朋友提议啊 准备进行这个营地的 长期的15年的一个租赁计划 所以呢 当时我进行了一系列的各种考察 首先刚才有讲到 黎巴这边那边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牌子啊 就是private private property no tree passing 这个这个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讲到了 从这个角度就是从 省力公园的角度 可以看到我这边的这个小房子 和蓝色的帐篷 当时那时候还没撤掉 好 这个呢 就是这块 我本来打算进行长期租赁的 这个码头的这个地区啊 这有一个 你的分享没有了 曾经以前主人在这边 呃 原来的一艘船 他把的船头呢 聚下来 并且就呃 永久的呃 放在了这个 码头的这个边上的一块岩石上 啊 把它固定在这里啊 叫去去 去摩肉啊 边上的还有一块 非常大的一个土 你的分享没有了 很多的土地呢 都是属于原住民的 所以来讲呢 很多这里的语言呢 也都是用的原住民的语言 哎 是又掉了吗 我刚才听到一点声音 掉了掉了掉了 不好意思啊 我看好又掉了 呃 掉了有多长时间了 五分钟 能不能在那个屏幕里 给我回复一下 我现在重新把它接起来 好 不好意思啊 因为那个 我 我意识到今天上午 在编辑的过程中啊 就是 总是掉 所以呢 就是 我就 我就想今天后来 为什么要找约志愿者啊 这张照片 就是我说的 我现在居住的小木屋这边 所拍摄过来的 对面的 不是对面 就是隔壁的 这个省力公园的 这么一个场景 而且在这个角色呢 有一个黄色的球 也是这里是著名的一个 就是BC省的这边 一个著名的 diving的一个 潜水的一个打卡点 据说在水下16米的地方 不是 水下30米的地方 有一个大概16米高的一个 mermaid的一个 一个雕像啊 如果是属于diving爱好者 可以来这里看一看 然后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篱笆 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服务 这就是他们现在在养殖的这个 这个扇贝啊 然后这个呢 就是有朋友来了 孩子来的时候 在外面进行camping的照片 好 第二个呢 就是刚才我讲的 篱笆上的这个private的 这个property的这么一个 no trip passing的这么一个sign啊 然后刚才我讲的这个船 就是原主人啊 原来这个土地的这个主人 曾经啊 使用过的一艘船 他把船头锯下来之后呢 永远的固定在了 这个码头的这个脚上 这个呢 就是当时来的一些朋友啊 乘坐的小型飞机 这是庞巴迪的小型飞机 乘坐这个小型飞机呢 从温哥华出发 到达这个 我这边这个叫鲍威尔岛 其实只需要27分钟到30分钟的时间啊 实际上来讲 很多朋友说 这地方有点远 其实远呢 是因为他要需要通过两班轮渡 鲍威尔岛呢 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地图了 大家就能看到啊 鲍威尔岛呢 实际上实际上 它不是一个岛 是一个半岛 但由于呢 它和大陆和温哥华那边的 呃 就是城市的连接点 都被原始森林覆盖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呃 呃 完全开车 从这个呃 从这个城市开到这里来 所以呢 很多人就形成了一个 鲍威尔岛呢 其实是一个岛 而且是隔了两班轮渡的一个岛 这个是朋友们来的时候啊 我们喝的一个当地的啤酒 然后进行了camping 可是现在呢 因为那个整个BC省啊 进行了这个呃 沟火的一个禁令 所以现在是这样的场景 就今年就可能看不到了 好啊 刚才我讲的是第二部分啊 就是进行开始考察阶段 我准备在这里进行的一个 对他营地进行一个 15年的一个租赁合同的一个签署 所以来对他的一些资产的 也进行一些保护 呃 过程中呢 我就开始考察了本地的 很多的一些这个营地啊 也对这个营地呢 呃 这块土地上啊 开始搭起了一些 原住民的这种三角帐篷啊 也是呃 准备做一个标志啊 呃 然后在这里进行了院子清理啊 然后包括这个花坛啊 用我们吃的大量的这个 生蚝的壳啊 把它啊 把它搭成一个花园啊 呃 这个就是我在 我在这个 居住的这个小木屋边上 拍到了这个 呃 伊狗啊 就是美国的这个 呃 白白头鹰 这个呢 是我在本岛上 去考察一些 其他的这个营地的时候 拍摄的一些照片 呃 因为像这样的照片呢 还有成成千上万张啊 我拍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素材 但是现在呢 因为我还在这个思考过程中 我拍了很多的一些谁 的声音都叫了 你把声音都叫了 当地社区进行一些义工活动 参加一些义工活动 以及社区文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就是加入了这家 screen没有了 是又掉了是吧 对 真的是没办法 刚才第三页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 我再重新再给大家过一遍 因为今天准备的比较仓促 我第四页的有些照片还没换完 这个是我门口的院子 这个是按照印第安人的文化的三角帐篷 然后这是我在清理院子的一些照片 然后这个是院子里拍摄的American Eagle 这个是我考察的其他地区的 岛上的其他的一些度假营地 这个照片就是我开始搬来了大量的一些家具 以及一些户外用品的设备 下面这张照片就是我参加本地的一个俱乐部 也参加了很多的社区公寓活动 其他一些照片都是基本上 由于两个月前我和这个业主进行的 关于这个营地的商业谈判 进入到了一个僵局 主要的原因倒不是我们之间改变了过多的一些想法 而是说他的企业出现了更多的一些问题 也算是出于对我的保护 所以在他这块土地上进行长期租赁的一个想法 我们现在把他进行了一个就是 就是暂停 想静待他在法院有一些案子 可能会在近期会进入的final judgment 当final judgment day之后 再根据判决的一些情况做出一些调整 所以这个阶段我就开始进行了一些 对岛上其他的一些活动 包括花了更多的时间去进行了一些hiking 以及各种景点的一些考察 就变成了一个放飞自我的阶段 大家看到的这些照片 就是我在林子里 还有包括去 也去考察了几个本地的海鲜的养殖场 钓鱼 去一些海滩 甚至来讲尝试了一些小小的 不叫潜水 只是在玩水 但是也有这个潜望镜之后 我也拍了一些东西 但是现在都还没时间编辑 右上角这张照片 就是我当时想用AI制作的一个叫老呆和猫 这么一个我想制作的这么一个 关于我现在在海岛这边生活的这么一个写照的 制作了几张图片 但是好像做的不太成功 所以后来我也没有发出来 右下角这张 左下角这张照片 是我也在视频里给大家做过一些介绍 就是现在目前的鲍威尔地区 就是这个鲍威尔河 Power River这个名称的来源 它是来自 就是说这边地理环境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鲍威尔湖 是个非常大的 而且位于海拔卫都非常高的一个湖 它是阳光海岸整个的这条线路 一直到Squamish 就是报那个Whistler这一带的 整整整个这条线路的供电的主要的发电来源 但是呢 从鲍威尔湖通向大海的时候呢 有一个非常短的一个通道 这是我所处的这所桥上啊 有一个500米左右的一个桥 从这个桥到大海 有一个500米之间的一个距离 这就是报Whistler河 也就是世界上第二短的河 这个呢 我在也拍摄了一些短视频啊 这张照片呢 是我和这个 现在目前我合作的这个一个搭档啊 他在这里的养殖生蚝呢 已经20多年了 我也对他这个生蚝的这个养殖场啊 进行了一些入股 和收购的计划 并且我们上个月也进行了一个 另外一块岛上的一块 一个岛上的一块土地的这个收购的谈判啊 但现在这些都还在进展中 这个当地的这个 这个这位朋友呢 会可能会成为我未来在岛上的合作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 因为他非常具有匠人精神啊 因为我本人来讲真的不是干活的人 可能我更适合做一些 动脑子啊 或者说做一些市场啊 融资啊 金融啊 方面这些东西 我可能还还还勉勉强强啊 可以勉强胜任啊 但是处于干这个养殖这一类的 就一定 而且一定要一位做事 非常精细的一位朋友啊 这位朋友呢 也是BC Ferry的20多年的员工 而且他做生蚝养殖呢 也非常少时间了 呃 呃 打猎啊 以及啊 他 这位朋友呢 还非常善于做一些这个建筑工程啊 包括修花园啊 以及他对这个啊 他对这个gardening啊 他非常非常的执着 而且我也给大家在这个短视频里进行过拍摄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 他做的花园是什么样子的 呃 这张右下角的照片呢 就是我现在在这边啊 进行这个 不叫潜水啊 游泳的时候拍的 其他的一些照片呢 就是关于鲍威尔地区的一些这个风景啊 这个呢 就是BC的啊 鲍威尔地区的这个 其中的一个轮渡 他另外一个轮渡呢 是在市区那边 是通向文庚华道 文庚华岛的 然后呢 这张照片呢 是呃 当时我们请的一些啊 本地厨师啊 进行擅备的一些烹饪啊 啊 拍摄的一些照片 这个呢 就是岛上的一些啊 著名的一些这个 就是枯木啊 这张造型比较独特 加上这张小狗呢 也被我选入了这个图像册 这个是我制作的一些poster啊 好 最后呢 我想用一分钟的时间 给大家看一下 鲍威尔地区的这个地图啊 很多朋友可能知道 温哥华在哪里 然后呢 这就是Houcher Bay的这个轮渡 然后称作轮渡到达Langell 开车一个多小时 到达Air Bay Air Cove 然后再做一个轮渡到达Souter Bay 但是现在呢 如果大家想 节省自己的时间啊 因为这样的单程呢 就要六个小时 在暑期的时候 甚至要花八个小时 才能到达 所以如果想在暑期的时候 或者是旺季的时候 节省时间的朋友 完全可以跟我联系 就是直接坐飞机过来 这样子呢 你就省去了路上 六到八个小时的一个行程 我这里呢 提供将来租车啊 包括安排一些住宿啊 甚至我可能以后 还会建自己的营地啊 并且提供了Fishing,Goating Hiking,Hunting,Guarding 采集啊 以及羊毒菌啊 蘑菇啊 松茸啊 等等 我会在这里 把我自己觉得非常有乐趣的一些事情 分享给大家 好 今天的时间呢 我想就基本到了 我不知道那个 现在那个 方老师是不是已经上来了 哎 我没有看到 今天六点钟这一场 应该是不是还有 我没有看到方老师 方老师 请问你 你现在上来了吗 方老师和那个刘老师的 六点钟的这个 上周没有 就没有合同 你们不是隔周吧 请问有吗 那这样子呢 我就把这个 我把这个host要转给 请问这还有一位 这个安医学堂的一个host 我已经把这个转给你了 但是 我没有看到另外一位 没有看到方老师 请问后面六点钟还有节目吗 如果我们再等方老师一分钟吧 如果那个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欢迎大家现在提出来 因为本来我是应该把这个 把这个教室交给方老师了 今天的直播呢 就到这里准备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吧 没有 好 如果没有的话 今天方老师也没有来 那我们是不是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就今天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 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啊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在岛上的一些活动啊 Costal Nature Gateway啊 这个我 这是我最近的一些关于这个岛上的一些活动的一些更新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呢 就到这里结束 关于网站的 关于这个油管频道啊 我在这里再发到这个 我们的直播实力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 欢迎大家关注订阅点赞啊 谢谢大家 谢谢 分享 好 我把这个我把这个油管频道的这个地址啊 已经发到这个留言板里了 好 感谢大家的参与 好 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分享 OK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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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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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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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